诶 更新了 看到国际服的这个更新页面 小伙伴都猜到这期视频讲的是什么了吧 圈外傻 我是你的人 欢迎来到国际服的第五人格 我是你们的大大好哥哥呀 嗯 看这里啊 这里不是先宗 也没有童话 第十二赛季精华三开放 其中呢 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这个精华宝箱呢 包括宗师的金皮 末路仙踪 还有呢 使徒的紫皮 翡翠女王 和昆虫学者的紫皮 黑女巫呀 当然了 还有呢 一些蓝皮啊 也非常的有特色 一会儿啊 我们一个一个看 那我们先看一下 金皮和紫皮的展示动作怎么样吧 首先是宗师的金皮 末路仙踪 哇 这个 这么红的吗 我想说是在国际服的话 可以这个样子 但是到国际是不是变成绿色或者蓝色的了呀 这个你们应该走的吧 然后是昆虫学者的紫皮 黑女巫 哇 哎 小班 你们仔细看到了没有呀 这个女巫 不是啊 这个昆虫学者 她的这个水晶球的这个脸呀 下面还有一双黑色的手 而且啊 她时不时的在用双手呢 挣扎这个黑色的手 嗯 这是被控制了吗 哎 我突然间感觉她有点像那种分裂的黑白褶呀 还有就是史特安的紫皮 翡翠女王了 这个翡翠好像挺耀眼的呀 而且呢 好像是把身旁的白色骨骼嘛 放在了外面 这个效果还是挺震撼的 猫咪也是绿色的 脸呢 也是挺精致的 感觉这个脸长得有点眼熟啊 你们猜一下这是谁啊 那么 除了这几个金皮和紫皮呢 我觉得剩下的蓝皮呢 也非常的有意思 首先就是邦邦的这个蓝皮叫做铁皮人 原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皮肤真的是笑死了呀 特别是她这个头上的小帽子啊 我的天 好尖 好圆滑呀 感觉莫名的萌啊 不行不行不行 这个太好笑了 还有就是曾经在国服被公认为最特别的皮肤 疯眼的之虫呢 现在有了接替者呀 那就是看一下国际服的这个呀 叫做秃牙的狮子 秃牙的狮子 你这个不应该是秃头的狮子吗 哎 不过小伯还别说呀 感觉疯眼老大爷呢 配上这个小狮子的脸啊 感觉莫名的 丑萌丑萌的是怎么回事 剩下的还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 杂技演员呢 新买了一点帽子 哎 不要问我是什么颜色 反正呀 这个帽子的颜色就很好看 好啦 看了这么多的皮肤 相信有细心的小可爱也看出来了吧 这次精华宝箱的皮肤主题呢 虽然说是这里不是先宗也没有童话 但是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皮肤还是非常的对应这个图画的 目前呢 还不太清楚这个精华宝箱会不会上线国服 那么屏幕前的你最喜欢这里面的哪个皮肤呢 感谢关注点赞 评论转发加收藏 我们下视频见 拜拜